在婚姻存续期间 你有背叛你的丈夫吗 你指的是程度严重点的 还是不太严重的 按你的理解 那就是有过 因为我心里已经没有她了 你接受吗 我接受 在你的描述里面 做母亲她不合格 做妻子她不合格 做儿媳妇她不合格 那你为什么还要跟她在一起 我觉得她有决心做一个好妈妈 我觉得我儿子有权利 拥有一个好妈妈 女生所有的表情就说了一句话 我背叛 我有罪 但我无所谓 男生也在说一句话 没关系 恕你无罪 男生说我不在乎 出轨就出轨 生活嘛是平淡 我并不认为这是男生的包容 我认为是男生 其实根本就不在乎这个 就是一个人在我心里没价值 那么你跟谁谁谁在一起干什么 也无所谓 女方感情已死 男方尚未点燃 你说你们之间还有什么呢